要做出像这样的形状之前 其实就可以用回转 那回转实际上就是 你做出一个2D之后呢 它自动会帮我把它 就做一个 把这个部分 2D就变3D的一个回转 那这边的话 首先各位可以先把这个2D的部分先画出来 2D的部分的形状 在书上的第四支48页里面有 那相关的尺寸我想各位稍微看一下 它要我们做这边 就是这个地方30 然后上面这个部分的话是多少 40 然后这上面这个尺寸是多少 20 然后这边有个距离 这边到这边是25 25 那实际上这个角度 我记得应该就45度 OK那另外的话 你就直接在这边再往下 45度往下 然后给它一半的距离 大概上下也 也是这个地方 这边下面这边20 上面也是20 OK 那另外这个距离 这边有个距离 这边是20 那如果把这个地方做出来之后呢 最后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你再把这个2D的形状做成什么 聚合线 因为如果说你今天要回转之前 你要先把它变聚合线 那变聚合线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上方有一个叫做回转 那回转的功能 其实你游标放上去呢 它也会有个解释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 那你可以配合那个上面这个CAD里面给我们的这个这个 它这个回转功能的说明 它这里说明什么 透过什么呢 扫轴 那其实轴就是那个2的部分 就是中间那一条线 然后扫略什么2D或3D的曲线 来建立3D的实体或曲面 所以这边的话大概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最重要就是说那个顺序 1的话呢 就是说你要扫略的内容